这条数我们的以知条件就可以变形成这样 C可以用-A,-B 来表达 然后我们就随便执行第一个 第一个也就是A的平方 over 2A的平方 加B,C就可以怎样变形呢? 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一个C,就可以用我们之前的这条由以知条件出来的定理 也不是定理的,就是等式 就看看这条式会变成什么样子 上面分子继续都是A的平方 下面分母就是2A的平方 再加B乘以-A,-B 这个也就是等于A的平方 over A平方-AB 加A的平方-B的平方 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会把A的平方 减粗拆开了2A的平方 基本上都是因式分解,我们目标都是想把它固定 那我们发觉固定完之后 就会有A的平方 over A-B和 A-C 好了,既然第一个也可以变成这样的话 我们当然不外乎有第二和第三个 如果具体一点说,用这个做法一样下拍下第二个 那第二个就可以变成 是B的平方 over B-C和 B-A 而最后,这个C的平方 就可以变成C的平方 over C-A乘以 C-B 然后目的呢 这条数目的就是要我们将它们三个加起来 也就是这三个分数全部加起来 所以我们最终呢 就会有 A的平方 over A-B A-C加 B的平方 over B-C B-A 再加C的平方 over C-A C-B 这些平方 over A-B 你很容易看到这些 term 就可以被通分的 通分之后呢 终合出来呢 就会有一条这样的颜色 就会等于 负A的平方 over B-C 加B的平方 over C-A 再加C的平方 over A-B 那下面当然 你会想象到下面呢 就是这三个东西 就乘在一起了 A-B 乘以 B-C 再乘以 C-A 而之后呢 它最终得出来的 就是一件这样的东西 就是A-B 乘以 B-C 再乘以 C-A 那上面那一部分呢 就是自己解了这些东西 然后再分解多一次 那发觉呢 最终分子和分母呢 都是一式一样的 所以这条数呢 的答案呢 就是等于1 那这条题目呢 首先看一看已知条件 就是 情况的condition 是A不等于0 然后有一个很fancy的东西 A加B不等于A -B不等于0 那它在说什么呢 如果我们慢慢拆解的话 我们就会有 它也就是说 B不等于0 那么 A加B 这个东西不等于0 那么 A-B不等于0 也就是A不等于B 那它在说就是这个东西 那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 旁边的这个条件 X等于一个分数 然后要我们 今次的目的呢 就是要找一个这样的分数 的和是什么的 那么 那么 最简单的办法 我正在说的是 最简单的 也就是 我不需要怎么讲解 那么 最直觉 知道要怎么做的办法呢 就是 拿X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将整个代数 代入去 画面看到的X的这些位置 那就搞定了 那么 但是呢 如果我们做这样的计算的话 那未免太过复杂了 那么 我们其实今次呢 就可以运用一个 新的定理 那这条定理呢 就叫做 合分比定理 那么合分比 其实在说什么呢 那就是说 当我们每次 遇到有一个分数的人呢 也就是 例如新的分数 我叫Alpha Alpha Beta 有一个这样的分数 那么 如果我们 遇到有一个这样的分数的话呢 那么 合分比定理它在说 如果我们将 分子 加 分母的话 这个东西呢 当做一个新的分子 那么下面这个 分母的部分是什么呢 那分母的部分 就会变成 分子 减 分母了 那么 那么 这个就是合分比定理了 那么 在这里 由于 这个蝙蝠的关系呢 或者时间的关系呢 那么 那么 大家 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自己 上网玩一找 究竟 合分比定理 那么 它可以怎么证明出来的 那么 基本上都 颇为 Straight Forward 就不算很难而已 那么 但是我们这次呢 就直接 合分比定理了 那么 那么 我们看到呢 那么 如果一个分数 这样的话 就等于 分 原本的分子 over 原本的分子 over 这个分母 那么 那么 分子加分母 和over 分子减分母 那么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一次的题目呢 那么 这里呢 2a 和1加1减 又在这里 2b又是1加1减 在这里 那就令我们联想起呢 可以用合分比 合分比呢 可以除了正面走过去 当然 也可以反转过来 那么 所以呢 这一条式 我们如果apply 合分比的话呢 那么 就会变成 分子 加 分母 那么 也就是呢 我们就可以变成这样的样子了 倒转来做 第一件事呢 就是 分子加分母 over分子减分母 所以分子就是x 分母就是2个a 然后 右手边这个东西呢 我们 就会有 分子加分母 都是变成x over 2个b 然后加上它 然后呢 接下来的步骤就非常之简单了 由于x本身就已经有这样的分数了 这个分数除以2a 所以第一件事呢 我们就会变成 2个b over a 加b 那么 右手边那一步呢 就是2个a over a加b 然后大家都 猜到会发生什么事了 那么这个数 加在一起之后呢 上面分子就会变成2乘以a加b 分母当然是a加b 没有移动过 然后分子分母呢 都有一个factor 就是a加b 那这两个东西相约完之后呢 最终的答案 就是等于2了 搞定 那是不是很清晰很清楚呢 那么 今次这条题目呢 主要就是介绍 原来我们对付分数的人呢 我们还有一条叫做合分比定理呢 就可以在这里用的 那么 就是这样啦